谭云脑海中浮现出当年自己登上宗主之位时,公孙若曦与自己告别时的情景。 画面里,公孙若曦猛然踮起足尖闻上谭云的唇,她一边落泪一边深情地看着谭云。 你记住,我公孙若曦,这辈子非你不嫁,任何时候我都会爱着你,若你将来不娶我,那我便孤独终老。 记忆画面中断之后,盘西而坐的谭云豁然起身,谋中是滔天的杀意。 慕容一族,竟敢拿若曦威胁我,老子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谭云彻底怒了,在谭云的心里,她的确对公孙若曦有过心动,但她清楚那并不是爱。 在她心中,公孙若曦是自己的挚友,谭云断然不会坐视不理。 何况自己还是内门弟子时,公孙若曦便一直默默清新于自己。 无论是对她处于心动还是友情,以谭云重情重义的个性,她一定会去。 塔门打开之后,谭云面色铁青飞了出来,看着拓拔营营。 除了身魂秘境中的祖父叔祖父,召集权宗与太景强者,一个时辰内功勋道场集合。 主人,封租长和封租大长老正在闭关冲刺雨化镜,是否将他们二人喊来? 算了,那就别打扰他们了。 是,主人。 拓拔营营领命,随即凌空飞走。 老远,摩尔,大怪头,还有八大族王,都给我出来。 是,主人。 属下遵命。 随着恭敬之声不断传来,众兽废除玲珑圣塔,立于谭云跟前。 如今的始天魔园,已经隐约感受到了十阶生长期的屏障。 虽然尚未晋升,但实力比之前可强大了三成。 金龙神师和摩尔则刚刚晋升十阶出生期。 天罗龙雄王,嗜血无空王,射魂紫雕王,刚刚晋升九阶肚结期。 血红寒狮王,朱雀虎鸟王,盘龙虎鹅王,金火妖狼王,则结为九阶成年期。 蓝蛟龙王也已经达到九阶生长期之境。 一个时辰后,功勋到场,玉胎镜如今合共一百七十人。 其中沈素珍,天老魏全,皇甫孤虫,宋慧新,沈素兵,境界最高。 和谭云一样,结为玉胎镜八重。 拓拔盈盈,南宫玉镜,谭台仙二, 默默以争无师谣,血子焉南宫如雪,为玉胎七重。 而剩下的,则结为玉胎一之六重。 谭云将极品玉珑圣塔祭出,并化作百杖,悬浮于众人跟前。 全部入塔,三日后,待你们血洗慕容一族。 杀众人! 众强者领命随即进入玉珑圣塔之内。 唯谭云和几女尚未进入,终无师谣,扑为忧心忡忡。 谭云,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突然决定攻打慕容一族啊? 提到慕容一族,他便想起师父慕容诗诗。 师谣,慕容一族以若曦性命威胁于我, 让我独自前往天乏山脉深处。 曾经我看在你的份上,也想过慕容一族安排在我皇府省宗奸细之时既往不咎。 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拿我挚有的命来威胁我。 他们这是在玩火自焚。 谭云,你听我说,此事绝对与我师父无关。 我相信我师父的为人,他正直善良, 不可能会不顾及公孙师姐的感受,做出这样的事情。 师谣,我答应你,若此事与他无关,我可以饶了他。 若有关系,你也别再为他求情,我必让慕容一族鸡犬不留。 沉默伴上的众无师谣,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一旁沈素斌若有所思。 谭云,若曦是个好女孩,你是不是喜欢她? 有过心动,但谭不上喜欢。 不过,即便不喜欢,她与还是弟子时的我便是挚友。 况且,慕容一族早已图谋我皇甫圣宗,无论如何,慕容一族必须覆灭。 说吧,谭云便与几女进入玲珑圣塔之内。 谭云从士天魔猿身上割下一组黑毛,将自己伪装成一副长眉大胡子的模样。 英俊的五官皮肤已开始衰老,俨然变作一名六巡老者。 这般做的目的,自是为掩人耳目,不让慕容一族的人忍出自己来。 待救出公孙若曦后,再将慕容一族灭掉。 随后,他将极品玲珑圣塔收入袖口,而即打开秘境之门,朝八千万里外的百花谷方向飞去。 一日黄昏,百花仙谷甚大三百万里,谷中奇华异草众多,芬芳扑鼻,乃是天乏山脉深处,颇为有名的一处天然奇观。 此刻,百花仙谷深处的悬崖峭壁上,有一处百丈建方的洞府,洞府入口被慕容古道布置了幻阵。 从百花仙谷之上俯瞰,根本无法发现断崖峭壁上的洞府入口。 此刻洞府深处,一名闭着美眸的青菊女子正静静躺在地上。 她名眸好齿肌肤赛雪,束腰不堪一握,拥有着天使的面容,窈窕的身躯,散发着迷人心魄的天然美感。 这是个不失粉黛的天然美女,其素颜之美,恐怕任何一个正常男人都会为之倾倒。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公孙若曦。 两天前,慕容宁康趁公孙若曦不备,给她施下了禁灵药伞。 一脉入玉胎三重的公孙若曦,在毫无防备之下直接被迷倒。 她意识清楚,却无法动弹,连睁开眼的力气都没有。 洞府内除却公孙若曦之外,还有一百二十三名慕容一族羽胎警长老。 在这一众长老跟前,则驻足四人。 羽胎七重慕容宁康,其父慕容古道,慕容宁康祖父慕容汉,慕容宁康太祖慕容正。 慕容古道,慕容汉,慕容正三人皆为羽化三重。 慕容正实力最强,拥有越极致普通羽化六重实力。 其次是慕容古道,可媲美普通羽化五重。 最弱的是慕容汉,拥有与普通羽化竟四重大能一战的能力。 在三人看来,即便皇府圣宗强者清朝而出,自己一方也未必会输。 就算是输,也可全身而退。 若谭云敢单独前来,那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公孙若曦安静地躺在地上,一滴晶莹的眼泪滑落眼角。 这两天里,他从洞府里听到了慕容一族拿自己性命与要挟谭云的卑鄙无耻之主意。 公孙若曦只能心中默默祈祷。 谭云,求求你,千万不要来。 我宁愿死,都不想让你因为我而涉险。 郭道啊,你说谭云此子会不会来呀? 慕容汉愁眉不展。 父亲,您放心。 父亲,以谭云这重情重义的性格,他一定会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